非常謝謝大家 然後謝謝這個 Stick and Howard 剛才的 非常精彩的分享 我今天大概會講的事情就是 從G0V到GOV中間的這個 零的轉移 他是怎麼形成的 那主辦單位很客氣介紹 我是開源的公民黑客 一個Opisode Civic Hacker 那在這裡就是 如果沒有聽過黑客這個詞的朋友的話 黑客指的是說 用創造性的方式解決問題的人 這樣子不是說 去入侵電腦的意思 這個時候先講清楚的 好 那然後 我是199495年出社會的 然後工作大概20年之後 2013年退休了 然後 退休之後呢 就沒事做 就例如像編字典 那個 是不是 退休人士都是編字典 也是很合理的 然後 但是還是有在接一些顧問的工作 那像在幫蘋果做Siri 或者是Social Text 那從去年大概年底 接了行政院的虛擬世界法規調查案 半年的顧問的工作 那到這個這個月底為止這樣子 所以就是到處接一些顧問的工作 那為什麼會變成公民黑客呢 我是從1989年開始寫城市的 那那時候我八歲 然後 我寫城市的那個時候就是 我爹就是剛好在天安門 然後整天就是在傳真他的報道回來這樣 那6月1號回台灣 然後6月4號就發生事情 然後呢 在那一年的年底 那我爸又被派去柏林 那柏林當然大家知道當時柏林圍牆是很和平的倒下來的 那當然也有一說是說就是因為當年6月發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這個東德警察就不敢開槍 那歷史事實上是怎麼樣的 脈絡我們並不知道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說 從大概我11歲的時候 就是我爸的博士文文做的是在天安門學運當中的人際關係 那所以那個是一個很複雜的題目 所以最後他論文沒有寫完 那太困難了 那但是因為我跟他去德國關係 所以我就是在這群就是中國的民間分子中間長大的 那我們整天在討論的就是說要怎麼樣子把這個民主的這個價值推廣出去 這樣子 那到94年我回台灣 然後就當時94年有一個很重要的發明就是WideWeb 那WideWeb發明之後我就覺得說我要學的東西我在網路上面都可以找到 現在叫做翻轉教育 所以就是當時我就沒有繼續去念國中 然後就繼續去投入這個Web的開發 那我們投入Web開發也20年了嘛 那所以如果有什麼心得的話 就是說在這一大堆專案裡面我們做的事情就是說 我們要Facilitate 就是要促成一個Safe Space 一個安全的空間 因為你隔著螢幕沒有辦法打人 然後那要跟彼此之間學習 然後Iterate 就是一步一步一小步一小步的做到Actionable Idea 就是說你能夠實際動手做的一些主意 所以就是說有新的主意是很重要的 動手做的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一個安全的空間讓大家一步一步往前做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那所以這個用一個接下來那位講者的話 用教法來講 就是說技術者背後不會也不該只有技術 技術背後有講法說追求的價值嘛 那我因為這個價值20年就已經很確定了 所以我就是跟他說那就是一個持守的價值 就是要一直保持這樣子這種想法 那接下來就講一下G0V這回事 G0V我們很早期有個口號叫做 然後就是要拆政府原地重建 這個英文一直翻不出來 然後那所以這個終於最近翻出來 就是Fork the Government 那Fork呢在那個就是在很宅的用語裡面 就是說你拿它本來已經做的東西 然後是一個不同的做法 叫做Fork就是一個分支 然後如果這個做法 大家本來的人覺得不錯 那就把它合併回去叫做Merge 那如果做的這個不怎麼樣的話 那沒有關係嘛 反正實驗總有這個成功失敗這樣 所以就是說G0V做的事情就是說 去拿政府已經做的某些事情 試著看有沒有辦法把它做得更好 那如果可以的話 那政府就可以拿去用這樣子 那在這裡呢 就每次都被我cue到的張大誠 他在2013年初接受外的一個訪問 因為他非常喜歡有臉書 然後在臉書上面通常就是 談政治跟談李白這樣子 那談政治的時候 就一大堆人狂按讚跟分享這樣 談李白的時候就沒有什麼很按讚 可是我覺得他講李白講得很好 奇怪 那總之呢 就是說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也繼續說 這個張大作家你這麼喜歡用臉書 你有這麼關心政治 你覺得臉書能不能促使大家 這個變成這個實際的政治的參與者 然後13年初這個張大村就說 不行 這個他只能讓公民覺得自己參與了 就是好像按了讚或者分享就參與了 但事實上事情並沒有改變 然後他在訪問裡面說 我目前還沒有想出一個辦法 讓又懶的人 這個能夠很實際的去參加實際的行動 OK 所以如果要一句話來定義 什麼是臨時政府的話 那就是一個很實際的方法 讓很懶的人可以參加實際的行動 這樣子 所以感謝這個張大春給我們定義 那所以舉一個實際的例子來講 就是在之前就是開放政治獻金的時候 因為當時監察院就是只能用紙本 用A4引印出來 然後就是說監察院把監察這件事情 只能監察院做 然後因為我們沒有數位資料 所以民間沒有辦法幫忙他們做這樣子 那所以呢 我們就有人去領域的朋友 實際進去把它印出來 切成小格子 然後大家用這種自動填入的方式 在24小時之內把第一批 大概30萬批的資料 透過接近1萬個鄉民的方式 把它變成了數位化的結構資料 那這個OCR的方式我們叫做 Otaku Character Recognition 就是宅利文字辨識這樣子 對 就是大家一起爆發宅利 就可以這樣子 那當然在最近還有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說在尼泊爾大地震的時候 大家也是用HackFolder這樣子的方式 這應該是CL加的吧 HackFolder 去把它視覺化 然後就是一樣是透過大家分成小塊小塊 每個人去把地震前的衛星圖 跟地震後的衛星圖 把它標注起來 那同樣的在70萬小時的裡面 就有2000多個其中大概一大半 是新的就是Mapper 新的做地圖的朋友 坐在電腦前面鍵盤救災 然後但是也實際上的 就把那麼多條路 跟那麼多個正前正後的這個建築 去把它畫出來 讓洪斯智慧跟聯合國來使用 所以就是在這裡面 我們看到GDV的一個就是特質 就是GDV它其實是一種想法 或者是一種做法 或者是一種空間 它並不是一個組織 不是一個這個你要加入 還要黨政什麼東西的那個東西 那就是它實際上就是說 任何人他們定期的聚會 我們叫做培克松去參與 在那個參與的聚會裡面 去發表或者是去發現新的專案 我們叫做坑 然後在填了坑的時候 你成為貢獻者 即使是它幾個字都是貢獻者 然後呢你透過填坑 又可以認識新的人 然後新的人又可以再做聚會 然後再有坑 然後再有人等等等等 所以這樣子一個就是零的循環 它就是去領域本身 就除了這個之外就沒有去領域 它就是一群人用這樣子的方式 在做事情 那用這樣的方式做事情的 其中一個我主要參與的是盟點 那盟點是一個把教育部的 就是包含國語詞典 然後客語詞典 台語詞典 還有海峽兩岸總會的就是 好像說窩心這個字 我們是這個很開心的意思 在那邊是這個很生氣的意思 等等的這些對照表 去把它放上來 那最近當然還有阿美族的 就是族語也有放上來 那盟點目前大概每個月 七百萬個人次 然後APP大概加起來 五十萬人左右下載 然後最常這個搜尋的字 目前是這個禮拜是這三個 這樣子 中間那個是單身漢的意思 對 前面應該是白距離的意思 好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在這個盟點的形成過程之中 我們也有用到了 Crow的力量 就是說 像阿美語 它本來根本只有紙本 因為那是一個70年代的 一個非常早的紙本的語言 所以同樣我們把它切成一條一條一條 然後用翟莉辨識的方式 從在那個五十三個小時之內 就把這麼好的一本磁典八萬多字 通通編成了書文化的文字檔 那又或者是說 當教育部問我們說 欸你們重編過於磁典十六萬的磁典 你們到底有多少錯字 我們也試著去把那個裡面的錯字 用電腦挑出來說 欸它的引文的書正有不一樣的地方 然後請這個翟莉 好像這個 一直Q某一個人 但是總之 翟莉去把它辨識出來 這辨識出來之後 就把高達五千多個 就是出現的事情 去看到說 脫險真起決是對的 但是另外一個條文裡面 打成脫險真起決 就是打錯的 那這種東西 回報給教育部 那當然呢 這個是看起來 是非常非常的和平 就是說這個我們 在幫教育部 審定他們的資料 幫他們做視覺化 做什麼東西這樣子 那但是呢 這個字典本身是怎麼被決定呢 這個字典 它的那個編譯委員會是什麼 它紀錄有沒有公開呢 要不要打行政訴訟呢 所有的這些事情 事實上在這個318以前 我們是沒有處理的 那在318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處理了一下一下 所以接下來想會講一下 數位體驗營的事情 數位體驗營是這樣子一個概念 就是說在318的時候 有一群人在立法院裡面 然後我記得就是說 我當時送裝備進立法院的時候 我就是聽到 那在那邊主持審議的人 說不定就是那一位 正在說 說就是 我們現在在這邊 是要示範給立法院看說 在這個空間裡面 應該做什麼事情 應該要做審議 所以意思並不是說 這群人佔領了立法院 從此所有的法案 都交給他們審了 他們也沒有這個能力 但是他們可以示範說 用什麼方式審 看起來是比較不黑箱的 比較透明的這樣子 好 那在當時就是說 就是我們去支援直播 然後我其實不知道 有人要翻牆 但是有人就翻牆進去了 然後那個負責直播的人 就真的也跟著進去了 然後還就開了大場謊 所以是一個就是 各方的力量 就是全部加在一起 然後就是 就開花兒的這樣一個情況 那就是在裡面 就是有幾天 是我比較記得的 就是在隔天319 我們就是一瞬間就完成了 這樣子一個 這個資訊的布線 裡面大概是 就是一兩百人左右 就是一瞬間的協作 大家事先都沒有約好 因為事先根本不知道 會發生這件事情 但是就 就每個人做一部分 做一部分就 成功的把 就是裡面的訊號保持住 然後直播到 Hack folder上面 然後又文播到 Hackpad上面 讓就是不管你 每天花一分鐘 花一小時 還是花24小時 盯在螢幕前面 都可以知道說 實際上佔領的狀況是怎麼樣 那在3月22號的時候 又因為說 我們發現說 就是外廠的人 透過Wimax 然後再回來 看到手機 中間還是有時間差 所以我們就乾脆 直接做了一個直播牆 然後這個直播牆 就在外面 打了一個反布棚 把裡面的狀況 直接偷到外面 那裡面後來也接到了螢幕 把外面的狀況 直接偷到裡面 所以就是說 那一堵牆 看起來好像是人牆 警察 什麼東西 但事實上就變成透明的 就是說你就感覺上就是像 像魔術一樣 就是裡面的人 跟外面的人 中間就突然之間 變成了同一個空間 所以那 在那個時候我就 寫了一則tweet 說就是我在 支援直播晚會的時候 並不是很要翻牆 但是要連到牆裡跟牆會之後 中立網路可以做到 那我本意就是 只是要減少衝突還誤會 這樣子 那我在tweet上面這樣 一發就有一個人回我說 90%有大多數人都要翻牆的 這樣子 好 那所以就是說這個牆 當然不一定是立法院內外的牆 也可以是防火長城的 對 以外的牆 或文明跟文明之間 可能以後星球和星球之間 它的概念都是一樣 就是你要一個中立的網路 你才能把兩邊變成同一個空間 大家才能夠對話 這樣子 然後呢 在29號的時候 另外一個續定力的長期專案 就是孝仙座的 然後跟一堆一堆朋友 當然他們就做了一個之後 你服貌了嘛 這個就是把就是 CSSDA我們跟大陸簽的 沒有簽的 那個鞋頂 那個把它逐條 Pars下來 用機器分析的方式 你只要打入你的公司的統編 或你的公司的營業別 它直接就告訴你說 服貌裡面哪一條怎麼影響你 然後還用視覺化方式做 那這樣子的意思 我們叫做Inform Review 就是說在大家 在選邊站以前 先知道說 我們在選邊站這件事情 到底是什麼 那充分了解這件事情 才有可能做有意義的討論 那當然3月30號 就有這個50萬人上街了 然後那接下來在4月4號的時候 就是線路組 非常辛苦的線路組 就是把就是 整個地方變成一個intranet 然後在變成intranet之後 就是要怎麼樣 拿這個intranet來做 額外的事情 或是要做什麼 那其實在線路組裡面 是用Lumio這個系統 就是剛才Steve提過的這個系統 來做線上的決定 然後當時剛好就是公民憲政會議的人 也正在討論說 那我們就是佔領完之後 要做什麼事情 所以就是做了一些決議 然後也有很多的就是B Street 他們留下的記錄 那我們也是加了一個Lumio的網站 然後把這些東西都放上去 做進一步的討論這樣子 聽說這個禮拜是最關鍵的一個禮拜 這樣子 對 然後呢 所以總之 繼續給予佳華 重點就是說 我們 重點是說 在這樣的過程裡面 你從 多早 就讓 大家來參 然後這個態度 你願意讓多少事情 讓人民 來 來input 來輸入這樣子 好 所以 今天就是想要比較詳細講的 就是說這半年來 就是跟行政員合作的 B台灣的這樣一個專案 B台灣的這樣一個專案 它的網址是B台灣.tw 它叫Erulemaking 就是網路法規的調適 我們可以看到說上面 琳瑯滿目有大量的專案 就是從 資安、電傳、勞動、遠距健康照護 定型化契約 各自利用 網路教育課稅 遠距教育 開放資料 例外收配遠距 群眾公司跟必所行公司的這幾案 都在這個不同的討論的階段 這樣子 那大家可以看到說這些apps 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說它的影響的對象 都是網路的使用者 或幾乎都是網路的使用者 那要怎麼樣架這個網站呢 這個網站的系統 其實是參考了兩份paper 就是Michael Hertz寫的那個 Using Social Media in Role-Making Possibilities and Barriers 跟主要是康乃爾的那個 Regulation Room 他們的做了 Rule-Making 2.0 他們自己有讓一個 很類似V台灣的前身的專案 叫做Regulation Room 那他們寫一篇paper叫 Understanding and Getting Better Public Participation 裡面在講的就是說 絕大部分的工部門 想要做這一類的公眾參與的時候 都會撞到這個三堵 三堵牆這樣子 不是近期的巨人 但是就是說 就會有三堵很高的牆 難以去跨越這樣 那對 那第一堵呢 就是這個 這個無知之強 無知之強 它的意思就是說 常常就是 當我們要通過一個法案 好比像說這個 創業相關的群眾募資 或是創業相關的 必鎖型公司法的時候 最不知道 正在通過這個法案的人 就是新創的人 最知道 要通過這個法案的人 是公司法的人 是智庫的人 是各大黨的人 或者再說 我們在做Uber的法規調適的時候 你去街上問那個 就是計程車司機 或甚至開Uber的司機說 你知道這個交通戶 目前的哪三個條例 正在管你們嗎 事實上是沒有人知道的 而且 臉上不知道這件事情正在改 大家正在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就是說 實際被影響的人 跟政策制定的人 變成兩組人 然後實際被影響的人 是最難知道 正在制定的這件事情 好 那現在這個 比較容易解決吧 就你用臉書 或是你用愛家 或是發傳單 或是用什麼樣的方式 想辦法讓人家知道了 說有一個地方可以來討論 這個時候就會撞到第二堵牆 第二堵牆就是這個 白目之牆 白目之牆 白目之牆的重點是 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大部分的人 第一次來線上討論的時候 因為並沒有用文字 充分地表達自己的習慣 所以呢 通常就是延續 他在臉書上面 表達自己的方式 所以他可能劈頭 第一句話就是說 打人的警察找到裡面 或者是說 他譬如說第一句話就是說 我誓死反對這件事情 可是他不說為什麼 或者說我堅決擁護這件事情 可是他不說為什麼 那這個對於行政機關來講 是完全沒有用的 完全沒有意義的一件事情 所以說好 我們知道很多人感覺很強烈 然後呢 為什麼你們感覺很強烈 這件事情會怎麼樣影響大家 大家對這個的想像是什麼 那這個是要訓練的 我們叫做討論素養 好 那假設這兩堵牆都越過了 我們有一群人 他們既願意關心 然後也能夠正確發表自己的意見 他馬上就會撞到第三堵 資訊爆炸之牆 資訊爆炸之牆是最難跨越的 就是說 當我真的想要開始了解 我就發現每一個法規函式 命令的後面 都是十個法規命令的函式 十個法規命令函式 裡面每一個後面都有母法 每個母法 旁邊都還有各種各樣 的法律 我才真的能夠知道說 他這邊改一個字 他的別的影響是什麼 那這件事情 除非真的是法律專業 或者是智庫 或者是行政院的 就是專業的朋友們 看的話 你如果把這些東西 一下子就用一個白皮書 我沒有要針對哪一份白皮書的意思 但是用一個白皮書的方式 丟出來的話 就是一下子大家就會咨詢過了 就是根本看不懂 這樣子 而且字太多了 好 所以就是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康乃爾的 就是Regulation Room的人 就是做了一套系統 那這個我大概會相細的介紹 那為什麼我會突然間開始 跳進這個坑裡面呢 那個當然不在村長 就是Seo Con 那在那個12月9號的時候 就是Seo Con 跟我跟另外兩個 就是去營業的朋友 被找去勞動部 開了一個會 因為勞動部那時候 正在討論電傳勞動的問題 就是好比像說 女性十點之後不能夠工作 可是如果她是在家工作的話 這條法規還有沒有意義 或是說 這個部主要確保他的工作場所是安全的 然後要做安全檢核 可是如果有人在星巴克寫程式的話 是不是故事要去檢核星巴克呢 對 就是說他會有些問題這樣子 那但是他們就碰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想要召開公聽會 然後去找所有電傳勞動者公會的代表 來討論這個問題 然後發現找不到 台灣不存在說 我能夠代表各行各業的電傳勞動者 確實是有電傳勞動的資訊工作者 電傳勞動的設計工作者 電傳勞動的什麼 可是你說 你要一個人來代表全台灣電傳勞動者 沒有任何人能夠做這件事情 所以 所以 他們現在想要制定一個影響 好比說另外一個是這個初階新創企業 那他們就發現說 沒有初階新創企業工會 理事長 當然沒有啊 因為你要是有工會理事長的話已經成功了 你就不是新創企業 所以就是說 stakeholder 就是利害關係人很難找到的這個問題 在當時就是特別是網路法規調適中 對於新的東西的調適是很難發生的 所以當時呢 我記得勞動部的朋友們就說 那你們要不要成立工會 拜託你們成立一下工會 這樣子這個才有代表這個來討論 那我們就想說這個真的是不可取 應該要用別的方式 讓所有受到影響的人都能夠來討論 好 那所以當時呢 在就是9號那天 高雄陽就推薦這個會主持人 蔡玉玲政委 來去林批提案 就是看說有沒有人能夠這個 有沒有人能夠來一起解決這個問題 這樣子 所以在20號的時候呢 就是Jacqueline 蔡玉玲 她就站著來 黑客松以鄉民的身份 提案 那她的提案就是說 可以不去開滿設公司嗎 意思是說 所有的台灣的新創團隊 想要做技術股的時候 因為台灣公司法的限制 都沒有辦法設立台灣公司 一個一個都是開滿公司 合約全部都是英文的 有爭斷的時候要去開滿 然後而且都會被這個 就是如果不會說英文的創業家 就很不利 因為她會被會說英文的律師欺負 這樣子 對 那就是 那這是事實 因為蔡玉玲是律師 所以她可以這樣講 那所以她的意思是說 我們能不能夠透過 把台灣的公司法鬆綁 允許必鎖型公司 像開滿那樣的公司 來讓大家能夠不用去開滿 當作我們的證據法 那所以在當天就是挖了坑之後 就一大堆人跳坑啊 然後就真的就把 就是這樣子一個網站架出來了 所以2月1號的時候 就是實際上經濟部 就是在上面開始做先期的討論 並不是說 一定要往哪個方向修 而是說大家現在創業狀況怎麼樣啊 修有限還是 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啊 碰到什麼問題啊 等等等等 然後一共132份回應 然後 回應之後呢 找了各種各樣的專家 公司法的專家們 以及就是部會代表 在行政院 用Wave House 開了一場就是 線上直播的公聽會 然後也就是逐字稿借了下來 然後轉寫到討論區 然後呢在3月17號的時候呢 所有有做過建設性留言的人 形成了工作組 那由民間自己 就是包含創業家 跟所有可能會上影響的人 變成工作組去寫說 根據我們以上的所有這些 Inform的這些資料 我們覺得公司反應 動了什麼方向修改 那到了5月1號 這個經濟部 在經過非常激烈的折衷之後 終於大致同意了這個工作組的看法 然後呢在5月1號 行政院會承包立法院 那在6月1號 就是立法院的經濟委員會 就正式就是兩黨都簽字通過了 所以如果運氣很好的話 明天或後天 這個東西就散躲了 這樣子 所以就是一個很快的 政策指定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過了4個月的時間 然後蒐集了相當多的意見 這樣子 而且我講話非常非常快速 我還有很多時間做Live Demo 好棒 那OK 所以如果去V台灣的話 就是看起來是這樣子 左邊是在討論的話題 我們可以 就是這樣子嗎 沒有沒有MIRROR 沒有MIRROR 我們就直接 DEMO一下 顯示器 的 鏡箱 輸出 對 好 OK 我們可以看到說每個案子 我们要求部会提上来的时候 都要先付一份简报 这是很重要的 就是说他们到底要问什么 那一开始是 就是提出问题来讨论 并不是说我已经有一个预设想法 这个是工作组已经提过建议的 复税组跟教育部都已经回了 国发会还没回 然后这个是工作组跟 复会已经有共识的 然后就是定案这样子 那我们来看一下B所行公司 B所行公司这边当然是前刀先报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说就是 在这边有个小字典 因为其实线上讨论呢 大家很容易就是花大量时间在吵说 到底什么叫新创公司 对不对 所以我们在一开始讨论的时候 就定义什么叫新创公司 你移上去就会看到定义 那就是说 即使这个在别的地方有别的定义 我们这次讨论以这个为定义 所以就是说80%的这种 抢定义的讨论可以先避免 然后那就是 讨论上会议 然后可以看到 咨询会议有它的 就是重播啊 在YouTube上啊 为什么麦克风会上 一点当掉 然后有文播啊这样子 然后除了文字转播之外 就也会做详细的会议记录 然后都有PDF 那这个是有一个时间轴 大家可以下载的 那讨论完之后 大家就是工作组开会 工作组开会的时候 就是把他的实务需求 就是我们实际上 对公司法决定有哪些问题 可是当然我们不是学法律的 我们不知道这些法律 要用哪些法律条文来解决 所以我们是列spec 然后就说哪些应该要改 哪些不应该要改 然后接下来就是 那OK然后那就是 邵老师就是先提了一个 他的版本的草案 然后接下来经济部再提了一个 经济部的版本的草案 那同样的就是说 如果他要逐条审查的话 就是进去之后 他就可以看到说 他的法案的立法理由 他的引用了哪些各国的法令 然后各种各样的案例 会计设立及法院 所有这些东西在旁边 都可以看到非常的 讨论这样子 不只是从最早的地方 是说每一步草案 定案的时候 大家都可以讨论 这里的重点就是说 在我们线上 就是工作组实际上在议会的时候 我们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说 希望让远端参加的人 跟实际上坐在这边开会的人 有相同的参与的程度 就是说因为很多人 他就是在不方便开会的地方 或者交通上面太困难 所以我们就会用这个电子白板 然后直播 然后我们直播在线下讨论20分钟 之后去看线上的人 然后线上的人的意见 变成我们的讨论主题 然后又讨论20分钟 然后再回到线下 然后再线上 用这样子多轨的方式 让线上跟线下的人都可以充分表示他们的意见 那所以在这边就稍微recap一下 就是V台湾系统设计的一些基本想法 就是所有部会放议题上的时候都要有签到简报 所有的专有名词都要有小字典做定义 才能够冲破那个 就是冲破那个资讯过载之墙 然后我们有就是完全是中立的版主 而且最好是不是利益相关的版主 就是一个专业的团队在帮大家带讨论 然后所有的公听的这些记录都是上网的 然后更重要的是说 因为如果你是用Facebook或者是用Discuss 或者这些讨论的话 当一个人上来乱就是一堆人身攻击什么 可是他又有分享一些自己的经验 的时候版主会陷入两难 就是因为你如果删掉就整个不见了 很可惜 可是你如果留着 你是在慢慢慢慢破坏他的讨论文化 所以说在逼台湾我们的处理方式 就是说你假设这100个字里面 有五个字是人身攻击 我们删掉那五个字 然后呢会写一封私讯说 这五个字违反我们的使用规约 所以我们删掉了不好意思 而且这也是透明的 因为你去看那个版本记录 你还是可以看到本来五个字 只是说第一次进来讨论的人 就不会受到那些情绪性的东西影响 这样子 所以就是维护我们的讨论品质 那当然并不是所有部会所有的案子都适合上来提 刚才就是其实 Steve和Howard都有讲到说 如果是像通线出罪的话 或者是像这个动物课税 同态动物课税的这些问题的话 可能绝大部分利益相关者不一定在网路上 他即使看Facebook 他可能并没有网路发言的能力 如果我们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做议决 来做工作组的话 就会变成不成比例的 以网路的使用者来决定政策的走向 这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登在这上面的法案 都是以网路使用者 重度网路使用者为主要的利益相关者 只有这样子才能避免说 就是不当代表的这个问题 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很多部会会想说 我们想要赶快拿到一个结论 我们可不可以po上来 15天我们就收了这样子 这是不可以的 至少要30天的讨论期 因为不然的话 你不可能讨论到很深嘛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会拒绝掉所有部会 是说我们已经想好一个方案了 我们登上来 这个大家帮我们背书吧 那这个就是直接退回去 就是说重点是说 它是要解决一个 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 像是Uber满街跑 无人飞机满天飞的这种问题 这种问题的时候 其实谁都没有一个预定的想法 那这一张就是最窄的简报 就是说我们实际上用到的 所有的工具 我大概念一遍 就是我们用的讨论区是Discourse Discourse后面的那家公司 叫做Civiliz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Kit 他们的公司的任务 就是重建网路上的文明讨论 然后呢 这个东西是完全开放约码的 任何人都可以使用 任何人都可以下载 然后呢 这是讨论区 然后部会的资料 是用Gitbook的方式 小字典用试算表定义 放在GitHub pages上 那这些也都是Open Source的License 事实上是抛弃著作权的 简报放在Slideshare上 直播的录影放在YouTube上 直播放在LivehouseIn上 报名用KKTix 问卷用TypeForm跟MailChimp 来保证那个engagement 就是大家的email 这个只要撈到我们手上 就会一直收到信了 那但是当然按一下就可以 就可以unsubscribe了 然后那更重要 我们用了一个科技是 就是ORID 叫做Focus Conversation Method 那这个科技是 也是其实近几年才研发出来 一个科技 就是要怎么样子 把网路上面的大量的留言 把它分成事实性的陈述 然后跟我对这个事实的感受 跟我对这个感受提出的建议 跟最后的决定 那当讨论是用这样分层的方式 讨论的时候 它就不会失交 就不会流于这个 就是大家各说各的 OK 那既然刚刚Hover有修数字 我们来修一些数字 那就是目前大概这六个月 大概有就是一百万 近一个月来 有大概一百万个request 这个要打个折扣 因为一个页面 大概十个request 但是事实上 事实上也不少人了 然后那会收到 我们的信件的人 大概有一万人 那在这一万人里面 有250个人真正来 就是参与来po来留言 那在这里面 又只有45个人 愿意参加工作小组的聚会 帮忙把大家留言 整理成实际的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就是差不多 就是190时的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这样 然后那我们被发出去的问件 收回来的时候 问的最后一个问题是说 你会多愿意向你的同事 或朋友推荐币台湾 这样子 叫Net Promoter Score 那我们Net Promoter Score 已经高达85%这样子 所以就是感觉还蛮良好 就是说即使是这种 就是民间的 不是完全就是 怎么讲 就是说我们民间提出来建议书 部会虽然是逐条都要回说 接受或不接受 可是事实上 它并没有真正的政治力量 它只是说 我们上万个人讨论过之后 大家的反应或感觉是什么 但即使是这样 大家还是觉得说 真的有造成一些政策上的影响 这样子 然后那继续跟Join稍微对比一下 Join是官方的网站 那我们这边的版主 志工建制什么都是志愿者 然后那Join所管的是 从一个法案 它开始推出 然后一直到执行 到最后到监督 到找首长 到打电话去院长室讨论 这整块都是Join管的 那我们从 就是这1234这个阶段 是Join的 那我们果然是第零个阶段 就是连行政员都还不知道 自己要干嘛的 那个时候的那个阶段 在最前面的 然后那Join是因为 已经有实际的法案了 所以他们可以用 就是投票或表态的方式 来大概知道说 大家对这个东西的看法 那我们完全不投票 我们就是试着形成 大家一些就是大略的共识 那所以因此Join参加的人 就是所有人 就是包含 就是通监处罪话 或什么的所有人 那Online Stakeholder 在V台湾这边 就是实际会被这个法案影响 才比较容易来讨论 那当然我们是完全 Open Source的 欢迎就是各级 政府机关 直接超去使用 那Join你要不要Open Source呢 刚刚这个豪华好像是说 有这个可能性 好 那然后最后就是说 从Regulation Room 因为我们的整套 基本上是从Regulation Room 开始演化出来的 所以这边就是讲说 我们在Regulation Room的基础之上 做了什么新的东西 Regulation Room是 就是康乃尔大学的人 来帮忙回应 就是小编 就是编辑来回应 那我们这边是 让每一个部会的窗口 设他们自己的账号 所以当你Tech MOE教育部的时候 他们的窗口真的就得 用他们的官方的账号来回应 而且保证七天之内回应 然后呢 那在康乃尔那边是 他们就是大学的教授们 帮忙把这个 线上的讨论综整成意见 那我们这边呢 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那么专业 是让实际来讨论的 这些专家们 或者这些实际会被影响创业者 这些人们 实际过来变成建议数 那最后就是说 他们是全线上的 那我们是线上跟线下结合的 所以呢 接下来就是 就是我们问卷里面 大家想要看到 接下来讨论的 大家都很想讨论 Uber跟Airbnb 跟iVoting 跟Bitcoin 之类之类的 这些东西 然后那 至于新的议题形成的话 我们接下来应该是 会用Police 那Police 就是不是单纯 只是连署而已 而是说对一个议题 它正反双方的多方看法 以及正反双方 大家能够在什么情况下是 还是可以有一些 基本公司同意的 这个东西 先把它形成 然后呢 再把这个形成东西 交给部会 请他们提出一个线道简报 那我觉得这样子 可能是比较完整的 那当然也是因为 我们是open source的 所以也不用问过 我们就可以拿去用 所以那个像 这个社会民主党 就直接拿去用了 这样 那我们当然也很希望说 就是说大家如果愿意 就是采用这里面的全部 或者部分的方式来做审议 或者来做讨论 那有什么心得的话 也就是跟我们分享 这样子 那最后的时间 就是很感谢 瓦坑的这个 CIO高跟 Jacklyn蔡振伟 然后我们的两位顾问 林子文老师 跟李扎法老师 然后呢 以及那个动民族家族 在GDV长期专案 虽然没有直接参与 我们专案 但是其实已经研究 各种线上系统 从就是Lumio Liquid Democracy 有的没有的 就是所有的这些 线上系统的 右边的这一排朋友 然后以及实际上 有在帮我们做系统 监制版主 跟各式各样子的 连接的VTW Link 就包含就是 自作为科法所 跟行政院 然后跟就是民间的 各地的产观学宅乡的 各个朋友这样子 所以就是我们的团队 好 那就是这样子 那最后当然 再CUE一次一下 我们就从一次次的时间里面 我们个人集体都去面对 谢谢大家